中一二 當時我很喜歡玩Xbox遊戲 有一班踏摩托的少年 用塑膠在城市噴塑膠 我當時很喜歡 當時我應該 小學 中一二 和我姐姐很喜歡 當時 一聽到這首歌就懂得唱 裡面也是已經有 那些擦碟的元素 我聯繫了一些音樂 真的找到以前喜歡的 和現在真的有關聯 去到台灣後 我就發現了 我是想做DJ 一開始 我發現了隔壁的學校 有DJ的課 當時也很接近去練 到後期我開始做音樂 人生第一首歌 然後上去 SoundCloud 當時我沒有什麼期望 給一個我很喜歡的製作者 他就喜歡我 分享了我的歌 然後我很開心 SoundCloud這麼多人 但為什麼會只有 我當時很喜歡的音樂 他會喜歡我的姿勢 我覺得是很神奇 我很感恩 那是一開始 我會覺得是有機會 有機會 在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 會有機會 有機會 你就會幫忙 那間公司 在這間公司 到這間公司 到這間公司 那位 在這間公司 我會做的 … …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怎么念呢?广城区什么? 看过来 好 我哪里看得懂这个? 没有,那边有中文啦 你这不是调虚的 下面那个中文啦 你们就是真正的那种人才呀 梁仔 没有,没有 我是真的佩服你们啦 你说我还看懂这个 我还真的开出一次啦 对不对 我早就出当欢迎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那一天呢 就去到,那场上就没什么人的 那Alan他就上来 他就跟我说 要我停 因为他说 因为他们老板 觉得我打的东西 不太适合他们的群众 对啦 对啦 其实那时候也很悲哀了 我会觉得 唉 难道我打的东西真的这么差吗 你会觉得 你做来做什么呢 你都没人 就是没人去感受 因为香港始终都是我自己的地方 我觉得我要在香港那里 做好了 就是在香港那里 弄好自己的角色 之后才 向外 现在在黄大仙上班 做普达老师 就是我都是教的小朋友 那接着我兼职 我就会去打碟 DJ和老师 是两样很大分别 因为DJ你可以很自由 去做自己 但是你做老师 你要去控制那班小朋友 就是你那个权力 之分要很大 就是特别在香港做老师 你的权力之分很大 你不可以说跟他们是平等 但是你是 就是我做DJ的时候 我是跟全个人都是平等 上班呢 我是要黏住我这粒子 我又黏住我这个鼻環 我要黏住它 就是我用那些豆豆帖 黏住它 然后 是的 有运过 他们问我 这个MISS 这个豆豆帖是什么来的 然后我就说 有个洞 要遮一遮 不是 我跟他们说 这里受了伤 所以我要遮住它 在香港会感受到很大的压迫感 和很大压力 整个环境 我会觉得是狹窄 狹窄 狹窄 因为 一开始回来香港 会觉得香港 我没有认识人在香港 是玩show的 在台湾那时候认识了Sonia 然后Sonia 我介绍了给Gavin Gavin 他就是在香港的推荐 那时候 刚好就接了鬼 最理想的就是好像以前XXX那样 做活动就自由些 而且自己本身上有一个工压单位 然后全黑了 只有一盏灯在一个DJ booth 我觉得那种状态就自然一点 SXX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是一个给我们大家一起联系的地方 每次Hangout都是SX 那些人是从前面的 那些人是从前面的 是那些人 我认识了 Gavin告诉我 你也制作了音乐 也认识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 他介绍了你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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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继续跳 然后那是我们认识了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你认识了 我认识了 我们认识了 我们认识了 那是他们幸和我认识了 XXX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它是重要的 。 可能2月停止了之後 現在都是來HKCR找Gavin HKCR 我覺得HKCR其實是很好 有一個這樣的平台可以給不同的DJ上去表演 平時在香港可能你去中環 你不會聽到HKCR上面DJ打的碟 你不會聽到其他音樂 但HKCR就是製造了一個平台 可以給很多喜歡不同風格的音樂發揮 雖然有這個東西阻礙我 我就跟自己說不可以放棄 上年很多地方都收拾了 只有警察 警察 那一陣子HK又被拆了數 然後其他DIY的場地都遇到警察的麻煩 可能有人投訴 可能他們…我也不知道 總之那一晚就一開始 我們還沒開始活動的 但是10點多他們過了來搜查的地方 最後沒事的 不過我們都跟著就cancel了另一場活動 我問他不如不要做吧 Aisha 然後他說不行了 我們要做了 我說人家被拘捕 不要說人家被拘捕 別擁抱 沒有被人拘捕 好吧我們玩得開心點 拜拜 拜拜 我們有證明我們每次拍攝的小金錢 我們拍攝的差不多一件事 其實我們拍攝很嚴重 雖然事實證明了這麼久以來 市場上不是那麼成功 但是我覺得都有很多得著的 當然會計算到我應該會打平手 但是很多時候都很難的 有些人會有偏見你有兇額錢 你才做這些事 但是為什麼不可以覺得 音樂是我的很基本的需要 我想做 我們只是想這些音樂可以讓大家聽到 讓大家聽到 就不是計價金錢的多少 在香港是不可能你完全做一個打碟 你想做你打自己喜歡的東西 你打DJ是沒什麼可能的 這天在香港未必五六天都有賬 會找你去打 市場需求不同 但是如果你在國外的話 你做Full Time DJ的話 會比較 我不知道我沒有去過國外 但是我覺得到國外的機會會大些 如果你是做Full Time DJ 但在香港沒有辦法 但在香港沒有辦法 有些人會看 架子 我家貴 我家貴 在香港 我家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